野獸專科 十倍濃縮馬卡 挑戰業界最高含量 嗨 大家好 我是趙佑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到底可以變得多強壯 我們先定義一下強壯的意思 強壯不是外型上的肌肉看起來大不大 畢竟可以影響外觀視覺效果的原因實在太多了 強壯在英文的定義 就是你可以舉起多大的重量 你的力量有多強 了解自己的強壯潛力是有價值的 不管是職業運動員 專業教練或是一般的健身愛好者 如果有辦法準確的預顧力量 都可以幫助你為下一個訓練週期 設定一個明確 務實 並且真的可以達成的目標 為什麼設定明確的目標這麼重要 早在1968年就有研究就發現 相對一些過於簡單模糊的目標 具體而且具有挑戰性的目標 更能幫助你提升自己的表現 例如你的目標是在明年以前 讓三項成績取得最大的進步 可是你只是很籠統的想說 喔 我想要變強 或是我明年想要比個賽上班講台 缺乏明確具體的目標 你就沒有辦法為你的力量進步 設立一個詳細 而且可以反覆執行的訓練計畫 你可能也沒有辦法從訓練的過程中 瞭解自己的弱點 並且加以修正 最終你很有可能會為了一點點的進步而致滿 或是為了短暫的停滯而揮心 所以目標設定的不夠明確 或是設定的太過困難太過簡單 對我們的成長跟進步來說都是不好的 而且如果你可以準確了解自己的進步幅度 這會很直接影響你對這件事情的投入程度 如果你發現你是有機會成為世界冠軍的 那你的訓練方式 可能就會跟一般健身愛好者有很大的不同 那我們回到變強壯這件事情上 我們到底可以變得多強壯 我們又該如何準確入估自己的進步幅度呢 例如我們落推想要進步10公斤 要花多久才合理 半年、一年還是五年 2020年的這篇研究 就試著透過統計分析 來瞭解我們力量的進步潛力 研究人員分析了荷蘭的一間連鎖健身房的數據 這間健身房的私人教練客戶 都透過同樣的健身課表進行訓練 每週訓練一次 每次訓練六個動作 每個動作都會做到力竭 只要學員可以完成六下 使用的重量就會加重 整個訓練過程都會在教練監督下完成 當然這種訓練方式跟我們一般常見的力量訓練 有明顯的不同 但是這份資料有幾個明顯的優點 1. 參與者夠多 將近一萬五千人的訓練數據 被納入這篇統計分析中 2. 這些受施者都採用一樣的訓練課表 直接排除了不同的訓練課表 對於進步幅度可能會有不同的因素 3. 這些健身房會員中大部分的人 都使用了這種訓練方法練了超過一年 甚至有人練了七年 所以這不算是短期訓練 訓練的時間相當足夠 所以這份數據非常適用來反映 力量增長跟時間之間的關係 而且已經盡量減少了其他因素的影響 為了補充這份資料的不足 研究人員還額外採用了兩份資料 來完善這個力量增長與時間關係的模型 首先他們從Open Powerlifting 隨機找了1萬個有比賽數據的建立運動員 看看他們的力量成長曲線 是不是跟荷蘭這間連鎖健身房的會員相同 另外他們也調查了Reddit上的健身版 Reddit類似台灣的PTT或是DCAR 是美國最大的線上論壇 研究人員在健身版調查了1000個訓練者 他們在不同訓練年資的力量表現 所以你可以這樣理解三份數據 Open Powerlifting上是最專業最投入訓練 而且會去參加比賽的健身者 荷蘭健身房的訓練者則是屬於比較休閒 而健身論壇上的健身者則是介於兩者之間 可以算是認真訓練的健身愛好者 資料分析後發現 全部這三份資料中的參與者 他們的力量增長跟時間 都呈現的對數線性關係 這是什麼意思 簡單來說 如果有一個人 訓練了1個月之後 力量可以增加10公斤 他下一次要增加10公斤 需要2倍的時間 也就是2個月 再下一次增加10公斤 又需要2倍的時間 也就是4個月 再下一次增加10公斤 需要8個月 依此類推 看到這裡 如果你回想起你過去的進步幅度 我希望你先不要太興奮或是太沉喪 如果你過去半年 三項加起來只增加5公斤 這不代表你的天分很差 很有可能是你的訓練不穩定 生活壓力很大 飲食也沒有特別注重 所以我不會覺得你把這些都改善之後 下次要再增加5公斤 一定需要一整年的時間 更極端一點來說 就算你這一年的力量都沒有增長 也不代表你永遠都不會變強了 趕快來說 就算你剛剛完成你有史以來 最好的訓練週期 半年三項直接增加50公斤 這也不代表你下次還可以只花一年的時間 再讓三項增加50公斤 我覺得這份研究最大的價值 它給我們一個新的想法 在我們訓練生涯中 每次的進步 可能都需要比前一次多一倍的時間來完成 舉個實際的例子 如果你花了兩年的時間 才讓深蹲從100公斤進步到150公斤 那你最終可以深蹲200公斤的機會是很大的 只是你可能需要花4年的時間 來達成這個目標 除非你很大幅度的優化你的訓練 你的飲食還有你的恢復 才有辦法縮短這個過程 反過來來說 如果你只需要半年 就可以讓深蹲從100公斤進步到150公斤 那在未來一年內進步到200公斤 那是一個非常實際 而且高機率能達成的目標 有了一個實際的時間跟數字 我們在訓練飲食跟恢復上 也可以有更明確的調整方法 而且想要急也急不了 你只能持續做該做的事情 等身體慢慢成長到 你應該有了強壯等級 最後我想要跟大家說 我覺得大家對於變強壯這件事情 要有比較正確而且健康的心態 力量增長是呈現對數關係的 意思就是你的進步一定會隨著時間變慢 就算你是絕世高手也一樣 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但只要你不受傷 不要變老太多 你總是可以慢慢提升力量 變得越來越強壯 所以不要放棄進步 你真的需要的是一個務實 而且清楚明確的問題 再來是這個研究中 還另外分析了一件事情 研究人員比較了男性跟女性 在六年之間的相對力量進步幅度 結果男性跟女性的力量進步幅度是相同的 女性的力量成長並沒有比較弱勢 當然這裡指的是相對力量 也就是進步的比例 男性跟女性是一樣的 例如男性跟女性一樣的時間 都可以進步10%的力量 只是男性的初始力量比較大 所以男性的10%自然也比較多 這其實反映了一件事情 基因不會決定你的進步速度 訓練飲食恢復才是你進步速度的關鍵 基因可以決定的是你的起好點 而我們不能控制基因 但我們可以控制訓練飲食跟恢復 所以不需要去煩惱基因 專注在我們可以掌握的部分 讓我們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提升自己的力量 是我們在追求的力量上 真的應該關心的事情 那最後問大家 你想要變得多強重呢? 以下留言跟我分享吧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有幫助 也歡迎加入頻道會員 或是點擊下方的超級感謝 支持我們做更多的影片 喜歡影片的話 也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也可以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投資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MV 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